道绰大师 道绰大师是南北朝末期北齐人 公元562年出生于并州晋阳 一户姓魏的普通人家 当时的北方大地上 由北周和北齐两个政权 两国常年交战 道绰大师的故乡正好位于战争前线 战乱 饥荒 瘟疫 大师的少年时代 在各种天灾人祸中惊险地度过 十四岁时 大师深感人命微脆 世事无常 毅然选择出家求道 大师出家后 经研涅槃经 对于佛性毅力有了很深的见解 随后的时间里 大师开讲涅槃经 总共讲了二十四遍 很快就小有名气 可是到了后来 大师发下了一个问题 虽然理论上众生都有佛性 可想要成佛却并非意识 需要满足诸多的条件 就好像一粒种子 如果没有良好的生长环境 没有阳光雨露的滋润 是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的 而大师所处的时代 已经进入了末法时代 很多出家人 贪图名文利养 攀附权贵 道风日渐衰退 在这样的氛围里修行 何时才能成佛呢 大师悄然离开了原来的寺院 踏上了寻道之路 当时的河北一带 有一个远居山林的僧团 由会赞产师领导 他们保留了很多佛陀时代的 优良传统 延迟戒律 行头陀法 成为了当时的一股心疯 一心求道的道绰大师 来到这里 开始了禅法的修行 以其证悟空性 然而在二十年的 精情禅修后 大师无奈地发现 禅法的精妙高深 绝不是自己这样的 末法凡夫能够参悟的 八万四千法门中 有哪一门是凡夫 也可以修行成就的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 四十八岁的大师 再次踏上了 求道之旅 这一次 大师来到了 山西石碧玄中寺 这里是净土宗祖师 坛鸾大师 晚年铸西的道场 此时 离鸾祖往生 过去了六十九年 寺内有记录 鸾祖生平的碑文 大师目睹之后 豁然醒悟 百感交集 鸾祖所倡导的 净土法门 不正是自己 苦苦追寻的吗 大师当即在鸾祖塔前 自视为弟子 从此放下圣道修行 归心净土 日诵佛号七万圣 大师继承了鸾祖的学说 在玄中寺开讲 观无量寿经 前后共讲了两百遍 吸引了大量净土行人 前来求雪 每每讲座散席之事 大众都同念佛号 生振山谷 为了方便大众念佛技术 大师发明了 鼠豆念佛的方法 念一生佛 就在西门内 放入一粒小豆 一次技术 后来 大师又将这一方法改良 发明了我们现在用的念珠 在大师的教化之下 静阳 太原 温水三线 七岁以上的人 都知道念阿弥陀佛 大街小巷 随处可闻 念佛之声 大师著有安乐极两卷 继承鸾祖自立和他立的分叛 将佛法分叛为圣道门和净土门 大师紧紧抓住末法时代的特点和众生的根基 阐明圣道门难修难正 劝导众生归入一行一往的净土门 这是因为净土门有阿弥陀佛的誓愿作为保证 任何一个众生 哪怕生前造罪造恶 临终时只要念了十生佛 都可以凭借佛力往生到净土 当时有人看不起净土法门 认为往生到净土不是大丈夫所行 应当学习地藏菩萨 要在绘土度化众生 对此 大师打了一个比喻来说明 大师说 地藏菩萨等身居不退位的菩萨 即使在绘土之中 也不会被绘土所染 就好像鸭和鹅进入水池里 也不会被水打湿了羽毛 但对于末法时代的凡夫众生来说 是会被绘土中的五镯所染污的 就好像把鸡赶到水里去 一下子就变成了洛汤鸡 也曾有邪剑之人想要诋毁大师 但是亲眼见到大师的慈容后 当下就被大师所舍服 到了唐朝时 大师高德更加远扬 唐太宗路过太原时 特地与文德皇后 一同前往玄中寺 拜见大师 并布施供养 六十八岁那年 大师欲知识至 通告僧俗弟子前来相送 一时之间 远近数百弟子赶赴山上 到了四月初八这天 大众看见已经往生的鸾族 从空中架着七宝船而来 对道绰大师说 你在极乐世界的净土堂 已经建成了 但娑婆世界还有任务 需要你来完成 大众还看见画佛立在空中 天上撒下鲜花 很多人由此更加坚定了 自己的信念 那么到底是什么任务 需要大师留下来完成的呢 十二年后 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僧人的到访 揭开了谜底 这位年轻的僧人 就是日后净土宗的开宗祖师 善道大师 他听闻 道绰大师在玄中寺讲解观经 此番特意前来求学 而在此之前 善道大师就已经在无人指点的情况下 正入了观佛三昧 堪称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年轻八旬的道绰大师 一眼就看出了善道大师的非凡 知道净土法门后继有人 内心十分欣慰 在道绰大师的悉心教导下 善道大师对净土法门 有了更加全面的认知 很快又正入了念佛三昧 至此 谈卵 道绰 善道 中国净土宗的三位根本祖师 跨越一百多年的时光 在玄宗寺完成了法脉的传承 迎来了净土宗的兴盛时代 四年之后 圆满完成任务的道绰大师 于四月二十七日 自在往生 春秋八十四 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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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 宝贝 寿司 天安